現在社會普遍的質疑 我們韓市長自己沒有反省 反而回來問我說 做總統的我 為什麼不請假 我想問一下韓市長 如果你當選總統 但有一天你發現不能請假 你也不能迴避的時候 那你怎麼辦 這次選舉以來 我們聽到韓國瑜先生講了很多庶民 庶民最痛的是什麼 就是有人假裝是他們 一直拿著他們來消費 拿他們來當作選舉的工具 他講到清廉的問題 我倒是要問一下 這段期間以來 高雄市政府一直在討論一件事 就是閨蜜變主蜜的事情 那閨蜜第一號閨蜜辭職了以後 第二號閨蜜又變成主蜜 這件事情韓市長有沒有好好的解釋一下 那我要再說一個 剛才有說要特徵組要重新設立 要來調查所有的人 包括他自己 可是韓國瑜市長 連自己豪宅的事情都回避 都講不清楚 又不用等到做總統了 你連現在都說不清楚 又何況是將來的特徵組呢 去年韓國瑜先生當選了市長 不過才短短不到三個月 他就宣布要選總統 這是台灣的民主發展的歷史上 選民從來沒有見過的事情 也是一個政治人物 違背了責任政治 而且被自己對選民承諾的罪懷的示範 對社會普遍的質疑 我們韓市長自己沒有反省 反而回來問我說做總統的我 為什麼不請假 他在這個問題顯現出來 他對總統的職務的不了解 跟一個總統的角色的不了解 總統的工作是24小時的 總統沒有請假的問題 我也很好奇 我想問一下韓市長 如果你當選總統 有一天你發現不能請假 你也不能迴避的時候 那你怎麼辦 一個總統是不可以信口開河的 總統的每一句話都很重要 如果不重視承諾 信口開河 台灣毫不容易建立起來的 負責任守信用的國際型號 就會被破壞 所以很多的選民 對我們韓市長有很大的疑慮 就算韓市長常常今天說了一件事 明天就把他否認掉了 而且他的立場常常是曖昧的 沒有守住國家基本的立場的決心 比如說今年初 中國政府提出來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全台灣的人都在議論紛紛之語 韓市長卻到香港去訪問 進入了中聯辦 強化了一國兩制的氛圍 中國對台灣持續的進行 無力的威脅 經濟的吸納 還有外交的打壓 以及社會的滲透 香港的情況 讓我們大家都很清楚的看到 民主和威權是衝突的 這兩個制度不可能共存在一個國家 台灣絕對不可能接受一國兩制 這一點我的立場比誰都還要清楚 這裡我有四個認知 要請韓國瑜先生特別注意 第一個認知是 我們要理解到迫害台海現狀的是中國 全世界都知道 片面改變台海現狀是中國不是台灣 中國正在覺醒 試圖改變世界的持續 很多的民主國家 對這個現象都充滿了戒心 第二個認知是 要知道中國利用九二共識 正在套空中華民國 我知道在台灣還有人 沒有感受到局勢的變化 還想用虛幻的九二共識 互存在對岸的壓力之下 但是在中國操縱之下 他們所認定的所謂的九二共識中 一中是越來越大 個表是越來越小 甚至是沒有空間的 中華民國在這個過程中 正在被掏空 第三個認知是 我們不能以主權交換短期的經濟利益 我們樂見兩岸關係 良性互動 我們也從未緊縮過 兩岸的正常的互動 但是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 我不能夠拿主權 來交換短期經濟的利益 我也不能拿主權 來交換經濟的發展 或者是外交的空間 都不能拿主權來交換 第四個人知識 我們要警覺到 中國正在全面的滲透 分化台灣的社會 過這些經驗看出來 中國會運用假訊息 統戰 滲透 各式各樣的手法 擴大對台灣社會的影響 近期我們看到幾個共典案 甚至於是退役的 現役的軍人網絡的滲透 甚至有退漲涉案 都引起國內高度的重視 我們要建構一個國家安全網 確實是一個非常非常要緊的事情 剛才韓國瑜先生提到 說世界忘記台灣這件事情 我想很可能是韓國瑜先生 比較少出國 或者是比較不注意 國際間的這些情勢 跟國際友人對我們的評價 大概是他只是出入中國比較多一點 其實我們只要出國 大家講到台灣 都覺得台灣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有民主自由 有科技 有經濟發展 有很多令人羨慕的地方 以其說世界忘記台灣 倒不如說 韓國瑜先生很可能已經忘記了世界 這次選舉以來 我們聽到這個 韓國瑜先生講了很多庶民 跟苦人的事情 他剛才也講了他在高雄做了很多 那他當選高雄市長 原本是有機會 對高雄好好做事 不過他選擇落跑 急著來選總統 拋下市民 來追逐個人的權利 但是人民要問 高雄人發財產了嗎 如果沒有 台灣人民為什麼 憑什麼相信 他做總統 台灣就會發大財 他為庶民 為苦人做了什麼 很多人都覺得 他只是把苦民 苦人跟庶民 來當作一個選舉的工具而已 忘掉責任 忘掉的承諾人 應該是韓市長 庶民最痛的是什麼 就是有人假裝是他們 一直拿著他們來消費 拿他們來當作選舉的工具